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的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2号,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 政党人们沉浸在这个假期的喜悦之中啊 突然大事不好了,中东啊又出事了 昨天晚上啊,也就是10月1号晚上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啊 伊朗革命卫队航空部队刚刚向小乙境内重要军事和安全目标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 以报复小乙系列行动 声明说啊,此次行动是为了报复小乙 在暗杀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就是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过程中侵犯伊朗领土完整 在美国支持下大规模杀害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 并在黎巴嫩杀害珍珠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尼尔弗尚 这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 也就是啊,他们向中东小霸王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 打击这个小霸王的这个军事目标 并且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啊 向小霸王境内重要军事和安全目标发射导弹并全部击中 当晚的行动,伊朗向小霸王发射了200枚导弹 根据这个霸王的说法啊 伊朗共向小霸王发射超过180枚弹道导弹 大部分被拦截 少量击中小霸王中部和南部 小霸王行动计划以准备就绪 将根据政府指示 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方式做出回应 我们看看这个美国人呢是怎么说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记者通报了 伊朗对小乙发动的导弹袭击简报 大家看视频啊 Today, Iran launched nearly 200 ballistic missiles towards targets in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coordinated closely with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to help defend Israel against this attack U.S. naval destroyers joined Israeli air defense units in firing interceptors to shoot down inbound missiles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monitored the attack and the response from the 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 joined in person and remotely by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team. We are still working with the IDF and the authorities in Israel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attack. But at this time, and I stress at this time, we do not know of any deaths in Israel. We are tracking the reported death of a Palestinian civilian in Jericho in the West Bank. We do not know of any damage to aircraft or strategic military assets in Israel. In short, based on what we know at this point, this attack appears to have been defeated and ineffective. This wa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result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IDF, but in no small part because of the skilled work of the U.S. military and meticulous joint planning in anticipation of the attack. 也就是截止到沙里文的讲话的时候, 小乙方面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也没有什么飞机和军事资产损坏的报告. 据说伊朗的导弹袭击已经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 五名伊朗人和零名死亡. 说这名巴勒斯坦人还是从加沙为了避难跑到越南河西岸, 结果是被伊朗的导弹的残骸被击落的残骸掉下来, 造成死亡. 你说这个人是真的不幸啊, 他逃离了战火纷飞的加沙, 却没能逃躲过伊朗的导弹残骸, 这是非常不幸啊, 这也是目前唯一确认的死者, 只是五名伊朗人是怎么死的, 还不太清楚啊, 媒体也没说清楚, 是不是伊朗自己发射导弹的时候事故造成的, 是不是有部分这个导弹的残骸啊, 落在伊朗, 或者就在发射真地爆炸, 造成伤亡, 也有可能, 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各国的反应啊, 英国首相紧急发声, 敦促尽快撤离, 金城在伊朗对小乙发动攻击之后, 英国首相斯塔莫发表紧急声明, 表示英国将与小霸王站在一起, 并支持小霸王人民安全合理要求, 他指出局势正处危险边缘, 并敦促英国国民尽快撤离, 他还进一步指出, 伊朗必须停止这些攻击, 伊朗及其代理人, 与政治党等长期威胁中东, 不仅给小乙带来混乱和破坏, 也使生活在黎巴嫩, 及其他地区的人们出危险之中, 欧盟啊, 也对这个伊朗的导弹袭击啊, 进行了谴责, 实际上其他的国家, 还恐怕都处在震惊之中啊, 还没有反应过来, 周边的阿拉伯兄弟国家, 也处沉默之中, 这个沙特王储啊, 萨勒曼, 他对记者说啊, 巴勒斯坦问题与我无关, 我只关心自己的国家, 比如珍珠党啊, 他说啊, 我们不会浪费30年时间, 去处理那些极端主义思想, 我们今天就要立即摧毁他们, 也有媒体说啊, 伊朗人发射了400到500枚, 这个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其中80%击中目标, 还有伊朗的媒体说啊, 这个他们摧毁了小霸王, 20多架第五代战斗机, 就是F35啊, 那这个对以色列小蚁来说啊, 损失惨重, 当然这都是伊朗的媒体, 他的一些说法, 无论是小蚁的说法, 还是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 大概是百枚, 180枚到200枚之间, 这个弹道导弹飞向了小蚁, 不管是180枚还是200枚, 毫无疑问啊, 这是二战以后, 威魔最大的一次弹道导弹的突袭, 200枚的话, 恐怕有好多这个导弹营啊, 几个营同时骑射, 我记得一个营好像一次能发射6枚, 还是12枚啊, 就是导弹营, 你发射完之后, 后面还有好的后续工作啊, 它那玩意不是机枪连着发射弹道导弹, 所以说恐怕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营啊, 也忙坏了, 几个营一次骑射, 恐怕也就30枚, 我记得啊, 今天4月份, 伊朗已经跟这个小蚁啊, 搞了一次烟火秀, 我记得当时啊, 这个美帝从中间穿针引线, 互相告知答案, 是吧, 几点几分发射, 往哪个方向发射, 然后伊朗是管射, 这个美国, 英国, 法国, 加上小蚁管拦截, 一次大规模的报复, 反正没有造成小蚁任何人员伤亡, 也没有什么财产损失, 所以网友说这是大型的烟火表演, 伊朗重新定义了什么叫报复, 那这一次是不是还是同样的呢, 相同的是美国又提前预计, 对吧, 提前了很长时间, 而且几乎是倒计时啊, 对吧, 离导弹发射还有18分钟, 那是不是同样的和4月份一样, 是双方一种剧本表演的, 互相配合, 你看这次从小蚁的反应来看, 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恐怕也不大, 那是不是说明和上一次一样, 又是双方打个配合, 因为伊朗也要面子, 你这个小蚁接二连三的这么整, 哈达先生不要面子吗, 打人不打脸, 你这其他人脖子里面还要拉屎拉尿, 哈达先生忍不了啊, 无论如何也要表演一下, 对吧, 前面你把人家这个贵宾啊, 贵客哈马斯的头哈尼亚, 在人家首都给人做掉了, 对吧, 人家也是忍了, 结果这次啊, 你又把人家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高级指挥官, 还有很多这个革命卫队的将军, 在黎巴嫩啊, 给人一锅端了, 这个没法忍, 大哥要面子, 所以他只能报复, 那到底是不是跟四月份一样, 有时候双方打个配合呢, 我估计这次不行了, 因为这个小蚁的总理啊, 内塔尼亚胡说啊, 伊朗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个内塔尼亚胡说啊, 伊朗政权不理解我们的决心, 但他们将会明白,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小蚁对伊朗的报复随时准备展开, 伊朗的那些核设施, 恐怕是第一批打击目标, 然后伊朗国内的一些军事设施啊, 比如说大型的发电厂, 炼油厂, 兵工厂, 恐怕都要遭到打击, 这个小蚁啊, 有个特点, 最近啊, 越来越明显, 自从什么去年10月7号, 正好现在快一周年了, 那个哈马斯搞的, 什么阿克萨洪水行动啊, 抓了好多人质, 恐怖袭击啊, 他表现出来什么呢, 就能动手, 就不废话, 就动手能解决的, 就绝不跟你啰嗦, 没有嘴炮, 只有真的大炮, 第二个呢, 对任何事情啊, 他不承认, 他也不否认, 就没时间搭理你, 就那个哈尼亚吧, 哎, 大家都认为是小蚁干的, 你看, 他到现在他也不承认, 但是他也不反, 不否认, 第三个呢, 小蚁他不像俄罗斯, 对吧, 他没有什么红线, 这俄罗斯呢, 正好反过来, 都是红线, 就你还没动呢, 你已经踩红线了, 但是踩了红线, 这俄罗斯也是无能为力, 就说最狠的话, 做最软的事, 但是这个小蚁正好反过来, 他没什么红线不红线, 小蚁这, 虽远逼诛, 他真做到了, 打完之后, 不解释, 不澄清, 总之你就是该揍, 而且是稳准狠, 现在啊, 小蚁不讲什么韬光养晦, 什么忍辱负重, 而是立马就要还击, 最最重要的啊, 领导先走, 小蚁啊, 最近搞的这些事情, 无一不提前了, 让领导先走, 谁发动战争, 就把谁送走, 这个黎巴嫩珍珍珠党啊, 一次性送走, 说1800多人, 都是骨干, 珍珠党领导层11个人, 已经送走10个, 后来伊朗指定了一个, 就是那个原来的首领的堂弟吧, 还是表弟, 亚新, 结果亚新干接任, 仪式干搞完, 干吻过那个AK47那个冲锋枪, 步枪啊, 对吧, 还没几个小时, 又被小蚁给干掉了, 擒贼先擒王, 所以这个哈大仙啊, 第一时间溜了, 说转移到安全地点, 为什么呢, 害怕呀, 人家真搞斩首行动啊, 不开玩笑, 这个小蚁啊, 先是清剿哈马斯, 再是一窝端珍珠党, 现在也在轰炸妥协军, 小蚁啊, 有那个扑克牌通缉力, 大家都看过吧, 现在是一张一张的去掉了, 这么下去的话, 这个扑克牌上面的所有这人, 恐怕都要被解决掉, 按照这个内塔尼亚胡, 前两天说的啊, 他专门警告伊朗, 你打我, 我就打你, 那接下来恐怕很快啊, 这个伊朗就会招致灭顶之灾, 所以说这个哈大仙, 为什么这次不忍, 按理来说他应该忍, 因为小蚁现在正上头, 应该要避其锋芒, 等到小蚁啊, 国内人心斯稳, 大家这个火气下去之后, 哈大仙再跳出来, 找个面子, 对吧, 相真心的报复一下, 这样最安全, 也就是哈大仙应该再忍几个月, 对吧, 等到这个小蚁的这气啊, 撒掉了, 那哈大仙为什么这么急呢, 忍不了的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 这个内塔尼亚胡啊, 昨天发表电视讲话, 他居然直接向伊朗人民, 喊起话, 说小蚁啊, 是跟伊朗人民站在一起的,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了, 这是腹底抽薪啊, 这个叔叔能忍, 省省忍不了啊, 这个比要领土还可恶啊, 对吧, 你可以要领土, 对吧, 你可以要赔偿, 你甚至可以要把这个伊朗的, 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些爪牙, 把他们一个个的暗杀掉, 法办都可以, 这些都好谈, 但是你小蚁啊, 别有用心, 妄图把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势力啊, 和伊朗人民加以区分, 这个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这个动了哈梅内衣的根本, 这个说明小蚁是彻底的掀桌子, 所以哈大仙啊, 不想忍了, 哈大仙决定要跟伊朗人民也站在一起, 永不分开, 这个小蚁啊, 其心可诛啊, 居然妄图伊朗人民跟哈梅内衣, 跟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 革命势力, 紧紧切割, 区分, 这个动了哈大仙的根本, 对吧, 哈大仙的兄弟可以出卖, 手足也可以拿去, 唯独哈大仙的人民你不能动, 这个哈大仙所作所为, 一切努力, 都是想让他跟人民, 牢牢的绑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啊, 是内塔尼亚湖故意激怒哈大仙, 这回是真的动了哈大仙的红线, 这个红线是隐藏的, 不好意思直接说, 但是真有, 这些美西方啊, 这些国家, 你说是不是吃饱了称的, 你非要把人家领袖, 跟人家人民, 非要妄图分开, 人家就没打算分开, 你又不要领土, 你又不要赔偿, 你到底图什么, 这点远远比不上俄爹啊, 俄爹要求简单, 割一块地给他, 什么都好说, 不行就割两块, 他可以帮你说话, 所以这个夹头啊, 夹头粉是痛恨这美西方啊, 自然就喜欢俄爹, 因为俄爹这个比较简单, 俄爹都是实在人, 从来不藏着掖着, 这美西方他老藏着掖着, 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俄爹固然可恶, 但是他跟美西方比起来, 那就光明磊落啊, 人家只要地, 非常好满足, 说到这里啊, 也有的说到伊朗国内, 他这几十年走的弯路, 应该是五十年前啊, 伊朗不要说在中东啊, 那在全世界, 那也算是不错的地方, 虽然国内有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巴列维王朝吧, 比如贪污腐败啊, 这都有, 但是好歹伊朗人民是自由的, 至少穿衣自由, 对吧, 各种思想都比较前卫, 这个是时代的潮流啊, 他都赶上, 但是呢, 缺点就是贫富差距啊, 在拉大, 底层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满, 他们反对特权, 反对腐败, 这都是事实啊, 结果巴列维王朝被赶走了, 迎来了叫霍梅尼, 霍梅尼利用了啊, 这个伊朗人的这种深层子矛盾, 这种不满, 赶走巴列维之后啊, 推翻巴列维王朝, 他就变成伊朗人的代表, 搞了个政教合一的, 这么一个组织, 这么一个政权啊, 哈达先生是霍梅尼的学生, 你看看, 把伊朗搞成什么样, 伊朗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吗, 那些底层的老百姓, 日子比巴列维时候好吗, 实际上更差, 不要说物质, 伊朗人现在都没有穿衣自由, 对吧, 伊朗的女性都戴面纱, 不戴的话, 伊朗大街上有宗教警察, 所以说来说去啊, 伊朗就是在大倒退, 霍梅尼, 哈梅尼伊当年的打的什么旗号, 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打的什么旗号不重要, 最后建立的是什么一个政权, 是伊朗人民需要的吗, 是伊朗人民所希望的吗, 通过50年这种政教合一, 什么伊斯兰革命, 不仅啊, 让伊朗世界文明越来越远, 越来越自我封闭, 而且还不停的向周边, 向阿拉伯世界输送这种极端思想, 搞乱世界, 前两天啊, 伊朗的前总统内甲德, 他向CNN透露啊, 他说伊朗当年啊, 搞了个情报机构, 专门对付邪恶的摩萨特, 也就是对付小乙的特工组织, 结果这个机构啊, 运作了很长时间, 一直有声有色的开展对小乙的这个情报活动, 特殊战线上的这种各种斗争, 结果直到2021年才发现, 伊朗自己成立了这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 居然就是小乙的间谍, 而且这个机构里面的上上下下, 很多骨干啊, 重要岗位, 多达20人, 全部是小乙的特工, 这些人啊, 就这个机构表面上在跟小乙做斗争, 实际上他从伊朗偷走了很多核实验机密文件, 这个是伊朗前总统亚德说的, 我觉得这个不需怀疑啊, 这次小乙能让黎巴嫩争主党走得这么痛快, 对吧,不仅自己走了还一勺会啊, 带走了十几名伊朗的将军, 这个肯定有伊朗方面啊, 这个情报泄露, 包括那个哈利亚被送走, 都说明啊, 伊朗早就被人渗透成筛子了, 就是伊朗这个国家被人渗透成筛子, 这个值得关注, 就是每个国家都有间谍和反间谍, 都有对方的这个特务, 这个很好理解, 有的还是双变间谍,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啊, 但是像伊朗这么渗透的筛子一样的,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伊朗他这个叫政教合一, 他目前这个形式啊, 目前这个制度, 他就得不到伊朗人的心心的爱戴和拥护, 小乙只要给点钱, 这些人就能叛变, 就能出卖伊朗, 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喜欢伊朗, 他天天在伊朗喊口号, 都是迫于生计, 迫于压力, 没有办法, 他并不是真正的热爱伊朗, 反过来说啊, 如果伊朗人正在热爱伊朗, 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你小乙想渗透也难, 不能说不能渗透啊, 不可能这么大面积的渗透, 这一点跟俄罗斯有点像, 这个俄罗斯啊, 恐怕也已经被美帝渗透了, 要不然这个普京, 对吧, 俄罗斯的一举一动, 这美国人倒入之掌呢, 同样道理啊, 就说明俄罗斯人, 人家也不认同普京这个高法, 不是真心的拥护, 大家都是同床异梦, 离心离德, 这个小乙啊, 已经向这个黎巴嫩南部, 开展地面行动, 派出五个旅啊, 进入黎巴嫩的南部, 就是珍珠党的地盘, 炸完之后要清脚啊, 结果啊, 我看媒体报道, 这个黎巴嫩啊, 南部居然出现了, 当年八国联军那一幕, 也就是这个很多黎巴嫩人呢, 成了带路党, 带着小乙的军队啊, 带着小乙的士兵, 挨家挨户去搜, 找那些珍珠党的藏身的地方, 这些叫不得人心, 甚至还有黎巴嫩民众啊, 扭送这个珍珠党成员到小乙那, 这个视频网上都有啊, 还有珍珠党成员被黎巴嫩的老百姓暴揍,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 二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警告小乙, 不要针对伊朗的导弹袭击, 采取报复动,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啊, 伊朗一日晚根据联合国宪战第五十一条, 行使自卫, 这一军事行动是在伊朗, 在近两个月内保持极大克制, 并为袈裟停火流出空间之后采取的, 也就是人无可忍, 无需再忍, 阿拉格齐强调, 伊朗的军事行动应结束, 除非小乙决定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 如果小乙采取报复行动, 伊朗反应将会更加猛烈和有力, 你看看啊, 炸完了小乙, 完了之后还说你不能报复, 你报复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招数, 问题是小乙, 她是那种一下唬就挺的人吗, 所以这回啊, 是哈大仙自取灭亡, 这回哈大仙试算了, 天真了, 还以为跟往常一样, 利用美西方白左的势力抬头, 他们在美西方一霍悉尼, 然后给那些政客一施压, 完了他们再给小乙一施压, 然后再坐下来谈判, 活活悉尼, 这事就过去了, 这回不一样了, 这个哈大仙看样子是急着找本拉登啊, 萨达姆啊, 卡扎菲, 这好凑一桌啊, 人三缺一, 麻将打起来啊, 哈大仙的统治的三中啊, 已经敲响, 哈大仙这个小集团, 这个叫神棍集团啊, 可以说是恍恍不可终日, 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 哈门内衣的这种统治啊, 已经进入倒计时, 所以这里面啊, 一年前, 就差那么几天啊, 就去年的10月7号, 哈马斯发动什么阿克萨, 什么洪水行动之后啊, 咱们做的前两期视频, 关于中东的, 大家还记得吗, 我说的小乙要采取三班斧, 第一班斧就是剿灭哈马斯, 一江慎勇追穷寇啊, 一个都不能留, 第二班斧就是要切断, 加沙和外界的这种极端势力的, 打草出根啊, 最终要跟伊朗开战, 第三班斧, 那就是要发展加沙, 让加沙老百姓啊, 能过上和平稳定繁荣的这个日子, 让这个恐怖思想没有土壤, 三管齐下, 小乙啊, 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否则的话, 这就没, 就无休无止的就打下去, 那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 现在看啊, 这个事态恐怖还是像我们说的这样, 在弯下发展, 这小乙最终啊, 还是要跟伊朗开战, 打到什么程度呢, 实际上就是要推翻哈达西亚的统治, 伊朗真正的改朝换代, 要变天, 要还权于伊朗人民, 所以现在是伊朗那些权贵, 这既得立着黄黄不可忠认的日子, 提心吊胆的时候来了, 这个俄罗斯的总理米苏斯金, 跑到德赫兰去访问之后, 回去, 回到俄罗斯, 就离开伊朗之后啊, 伊朗选择报复, 这个多多少少给人感觉啊, 这个哈达先生是向国际社会宣布, 这个是俄罗斯人说是我干的, 你看就这么巧, 人家访问前脚干走, 我这脚这样就开始报复, 就是俄罗斯拱火交由, 所以最后的仗还要寄到俄罗斯的头上, 中东会大乱吗? 先看不会, 不能叫大乱, 顶多叫小乙啊, 吊打这些流氓政权,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